夏天到了 不少爱美的女士都穿着的很清凉 但是这也给自己造成了一些安全方面的隐患 前两天南京地铁警方就抓获了一名专门偷拍女性隐私的男子 而且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整套的偷拍设备 7月13号晚上 新街口地铁站的民警在巡逻时发现一名可疑男子 此人专门在女乘客较多的区域转悠 并不停将包挨进女乘客 迟迟没有坐车离开 人当中呢 把她的包看到 就看到这个是一个是我们的微型摄像机 微型摄像机是放在侧边的口袋里面 然后她的摄像头是对在上面的 我们的受害人是一个20多岁的女性 也是穿了一个短裙 在我们的站台等车 等车的时候呢 该男子就使用了这套设备 对她进行偷拍 民警立即将该男子带回派出所 并从她的手机上发现了部分偷拍的画面 警察该男子姓李 为了寻求刺激 就来到地铁站 专门对着女性群体拍摄 是她第一次 之前在我们的站台 她转了大概有一两个小时 之前的由于紧张 手里比较抖 也怕到周围人看到 抓住 也没有拍摄成功 当她拍摄成功的时候 就被我们的民警抓 现行抓获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 地铁警方对李某 做出行政拘留五天的处罚 收缴了偷拍设备 江苏城市频道 我给您报道 这是一种变态心理的表现 除了法律的制裁之外 也应该对她进行 心理方面的疏导 不然的话 难保以后 她不会干同样的事情